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吃鱼 即便中国好声音已经迫于舆论的压力而宣布停播 但有关于该节目的一系列内幕 还是在不断地涌现在大众面前 随着中国好声音事件的持续发酵 中国好声音的母公司星空文化也受到了一定的牵连 仅七个交易日的时间 该公司的股价就暴跌了77% 市值蒸发高达380亿 这对于星空文化来说 简直犹如晴天霹雳 本以为股价的暴跌 已经够中国好声音合一壶了 没成想珍妮 却没有打算就此放过她 好声音正在大力封锁我们这些资讯 请点赞视频支持 让更多人看到 珍妮再次站在李文的一边 在社交平台上公然炮轰中国好声音 有不守法技 随意践踏他人梦想的嫌疑 珍妮还特地说道 李文无论走到哪里 都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荣 你们竟忍心对他下狠手 简直是太过分了 珍妮认为 中国好声音不配在节目名称中 用中国两个字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出手制止这件事情 珍妮还说 正是由于该节目工作人员的一些过分行为 才将中国好声音彻底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为了能让网友们彻底认清中国好声音的嘴脸 珍妮还特地以潘伟博的座椅自动转身一事为例 进行了描述 从节目现场爆出的照片来看 当潘伟博得知自己的椅子转过去的那一刻 竟完全不知所措 不免让人怀疑 此次潘伟博的椅子之所以会如愿转过去 是被设计的结果 网友们在看了珍妮爆出的内容后 激动地说道 相比港台的艺人 内地的艺人似乎很少站出来 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紧接着又有网友调侃道 内地的艺人们之所以很少站出来替别人说话 是因为害怕沾染上是非 其实自从李文的录音被爆出以来 今兴 图蕾等内地具有影响力的名人 也曾就此事多次为李文发声 在珍妮公开吐槽中国好声音后不久 纳英的一些近况也再次被爆了出来 关注纳英的网友都知道 前不久 纳英就因受到中国好声音一系列事件的影响 而出现了演唱会门票滞销的现象 甚至有网友在得知纳英开演唱会消息时嘲讽道 就算白送给我门票 我也不会去看纳英的演唱会 这也从侧面揭示了 纳英演唱会门票卖不出去的深层原因 难道纳英真的要像汪峰一样 冷着敞开演唱会吗 就在网友们对此感到好奇时 有关纳英举行演唱会的一些后续 也被爆了出来 据传纳英的澳门演唱会将延期举行 那些已经出售的演唱会门票 也将会采取全额退款的方式进行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 纳英此次之所以会取消演唱会 是由于身体状况的原因 不论纳英究竟为何会取消 即将在澳门举行的演唱会 中国好声音事件发生之后 对于纳英事业发展的影响 是所有网友都有目共睹的 希望纳英能够引以为戒 早日迎来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在一片批评和议论声中 浙江卫视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8月25日 浙江卫视发布消息 鉴于对观众和网友反应的 我们好声音节目的问题正在调查之中 该节目暂停播出 此消息已经发布 不少网友认为 浙江卫视终于低头了 浙江卫视微博评论区 也是一片点赞声 网友们纷纷表示赞赏 认为这是面对当前困境的明智之举 网红大V们自然也不会闲着 胡锡进第一时间就发文 呼吁宽容 希望好声音能够继续办下去 司马南自然也不甘落后 司马南甚至比胡锡进 还杰足先登了9分钟 浙江卫视11点发布消息 司马南12点1分就发出小歌 而胡锡进的小歌是12点10分发出的 与胡锡进的观点相比 司马南的小歌 其实并没有多少差别 只是司马南比胡锡进说的更具体 司马南都说了些啥 司马南认为 好声音事情的核心在于转定费 他说一切的一切取决于转定费 但是转定费到底有没有 司马南并没有给出自己明确的判断 他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了一通空话 为什么当事人及个别有身份的人 往往回避这三个字 围绕着转定费的盈盈狗狗 仅仅是有人别有用心的恶意剪辑吗 司主张 如果有人确实恶意剪辑 应当一视同仁 加以调查 严肃处理 如果剪辑的恶意程度不高 或者根本没有恶意 确实是转定费黄泥地无法容忍 那就啥也别说了 什么小招数 小伎俩 小手段都没用 该咋办咋办 虚明确 转定费如若数时 毫无疑问涉及触犯法律 且时间相当长 影响相当恶劣 如此明目张胆 数额估计算得上巨大吧 有最佳一等 这不是什么都没说吗 难道网友和公众 连这点都不明白 司马南作为曾经的打假斗士 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吗 你好歹给出个自己的判断也好啊 接下来 司马南的话 就有些颇令人费解了 似乎有给浙江卫视制招之嫌 司马南先把好声音事情有关的主体方人格化 他说 浙江广电是爷爷 浙江卫视是爸爸 主体责任人是孙子灿兴 看到了吗 司马南说 主体责任人是灿兴 然后 司马南进一步在有意无意中 把矛盾焦点集中到灿兴公司身上 其逻辑虽然巧妙无比 但真实意图却若隐若现 司马南说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 爷爷爸爸同时参与了节目制作过程当中的狗狗赢转定费分赃 则矛盾的焦点 应集中于灿兴公司 暂停播出好 好就好在有时间集中精力来查一查灿兴公司转定费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说了半天 还是抬出了灿兴公司 看来灿兴公司这次是逃脱不了 看到司马南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是不是有些丢足宝车的意思了 是不是有些三国演义中曹操借良官人头稳均心的意思了 接下来 司马南露出了杀机 他说 如果调查的结果 人家根本就没有什么转定费 那则录音的确是恶意减集 应当实事求是的 为爷爷爸爸孙子恢复名誉 并恢复节目播出 没有查出转定费 就说明录音的确是恶意减集 这样的逻辑成立吗 被发布的李文录音 司马南自己认真听过吗 凤凰网娱乐拜访李文姐姐 做事录音真实性的事 司马南不知道吗 刀狼罗刹海誓爆火后 司马南发布了一个视频 评价罗刹海誓 他抬出了苏联作家高尔基文学及人学的说法 巧妙地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评价刀狼的罗刹海誓 需要以高尔基的说法为时尚 怕大家不理解 司马南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司马南当时是这样说的 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提升自己 完善自己 使人更加文明 脱离动物性的人学 刀狼的罗刹海誓歌词晦涩难懂 属于厕所文学 看看司马南这水平 不愧是超级大V啊 既然你司马南说 罗刹海誓的歌词有厕所文学的嫌疑 你司马南在自己的小歌中 不断引用歌词中的 转定狗狗银黄泥地 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 只要两面三刀 有意思吗 很多时候 大尾四针 大尖四重 网友和公众又不是傻子 就连小学生都知道 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 在众目睽睽之下 装又有什么意思呢 只能让大家更看不起罢了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作为网红大V 立场观点一定要鲜明 表面上站在公众和公正的立场 骨子里却有自己的一套狗狗鹰想法 用一些看似巧妙 实则不合逻辑的说法 表面看似无意 内心实则有意 去引导公众 甚至误导公众 这不就是大尾四针 大尖四中吗 真小人不可怕 伪君子才可怕 伪君子真的能藏得住吗 如学经典 大学成一天中说 小人贤句伪不善 无所不至 见君子而后艳然 言其不善 而助其善 人之事迹 如见其肺甘然 则何意义 曾子曰 时目所示 时手所指 其言乎 富润无 德润身 心广体胖 古君子必成奇 乃英 华语乐坛的长青树 他的名字如同一首 快智人口的歌曲 久久传唱在人们的心间 然而 在这个国庆的喜庆日子里 乃英却遭遇了一场 意想不到的噩梦 镜头对准这个特别的 场景澳门的演唱会现场 本应坐无虚席的观众席 却空空如也 乃英 这个以嗓音豪放 情感真挚著称的歌手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在空旷的舞台上颤抖着演唱 是什么让 纳英的演唱会 遭遇如此冷遇 原来 是那个传说中的 罗沙海誓 这个神秘的海誓 渗楼现象 让原本期待 纳英歌声的人们 选择了退票 留下一地的遗憾 纳英 这个在乐坛中 翻云覆雨的人物 凭借其独特的嗓音 和豪放的歌曲风格 曾经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然而 在这场演唱会上 他却因罗沙海誓的影响 面临空袭的困境 这个因果轮回 不禁让人唏嘘 想当初 那英在得适时 或许忘记了对环境的尊重 对粉丝的感恩 如今 当他在面对演唱会遭遇困境时 才真正体验到了 自食其果的滋味 人生如戏 果报自受 在这个国庆的日子里 纳英的遭遇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 我们不能忘记对环境的关爱 对身边人的感恩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可以不付出代价而得到的 希望纳英能够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谦逊的态度 去面对未来的人生 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次演唱会能够顺利举行 让纳英的歌声能够在这个国庆的日子里 带给人们一份特别的欢乐和感动 生活就像一场戏 有高潮也有低谷 在这个国庆的日子里 让我们学会珍惜 懂得感恩 以善良和真诚 去面对生活的每一个挑战 因为人生的每一步 都离不开我们自己的选择和努力 希望未来的纳英能够以更加时尚和饱满的姿态 再次站上这个属于他的舞台 用他的歌声感动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最后让我用一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来结束这篇小歌 众善因得善果 人生如戏 果报自受 让我们多做善事 多行好 珍惜每一个当下 感恩每一份收获 得势时不饶人 不给自己留后路 最后只能是自食其果 让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吸取教训 以善良和真诚 去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挑战 因为在生活中 每一个选择 都将成为我们未来的因果 未来的路还很长 让我们一起为那应加油 为每一个正在追求梦想的人加油 免则声明 本文所涉及的流程 图片以及文字均来源于网络 旨在传播社会正能量 并无任何低俗或不良引导 若存在版权或人物侵权问题 请及时与我取得联系 我将立即删除相关内容 对于存在异议的事情 请在联系我之后 立即删除或做出更改 19年前 年近40岁的那应 宁可背上大龄产妇 未婚生子的风险 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在产房外 那应的所有家人 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希望他能够安全地出来 可是那应被推进去了 那么长的时间 怎么见不到孩子的 生父国足队员高峰的身影 晚上9点两刻 那应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 并给孩子取了一个 非常开心的名字高兴 躺在病床的那应 看着怀里的孩子非常开心 可这个孩子的到来 却让高峰非常的苦恼 不久后 一个陌生的女人 带着一个孩子 来到了那应的面前 并告诉那应 这个孩子是高峰的私生子 这个女人是谁 这个孩子又是谁 时过境迁 这一切的一切 还要从几十年前讲起 1967年 那应出生在辽沈大地 奉天沈阳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那应是满清贵族 没改姓之前的姓 叫做叶和纳拉氏 而且还是中医世家 一开始 父亲希望他能够继承 家里的中医传承 可不洗净的那应 别说学医了 连好好坐下 待着都是奢望 因为那应的父母 平时比较忙 只能把他送回乡下 爷爷家里 可调皮捣蛋的那应 上蹿下跳的 根本闲不住 后来那应出去玩耍时 不小心划伤了脸 于是演员这条路 也不能走了 但那应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唱的歌非常好听 从一开始什么歌都唱 到了模仿苏瑞的歌 那应慢慢对唱歌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8年 21岁的那应 凭借唱歌的天赋 在某个音乐比赛上 获得了金奖 也是因为这次的不俗表现 让他得到了著名女作曲家 谷建芬的青睐 不久后收为弟子 为了能让妹妹出人头地 姐姐耐心不留余力地支持那应 只为能让妹妹安心地 和谷建芬老师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天赋加上恩师的指点 那应在音乐领域上的 潜力彻底爆发 1993年 签约后那应很快就发出了 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为你朝思暮想》 时隔一年 又发布了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 短短两年时间 从一个模仿他人的路人歌手 他完成了一个大逆转 专辑销量达到了15万 这个时候 那应算是彻底在乐坛站稳了脚步 也获得了秦歌天后的称号 就是在这一年 光芒万丈的乃英 遇到了伤他最深的男人 前几年左右 高峰曾代表国家队出场24次 因其突破能力极强 被誉为是中国第一前锋 1995年 两人相识在一场聚会 在聚会现场 经朋友介绍 纳英认识了高峰 此后 两人互相留了各自的联系方式 不久后 两人就确认了恋爱关系 高峰非常喜欢 纳英大大咧咧的性格 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时的两人无话不谈 很快就住在了一起 不过 纳英的家人与朋友都不看好高峰这个人 因为他时常出入灯红酒绿的场所 更有着情场浪子的名号 可别人越劝 他就越来劲 那段时间 纳英一有时间就会去看男朋友的比赛 似乎在向外界证明 他们俩的感情很好 2001年 纳英通过高峰的介绍 认识了他们常去的那家酒吧的老板 孟童 也许这两人都没有想到 以后的以后 他们会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同时 敢爱敢恨的纳英 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 自己那么深爱的男友 竟被爆出轨了一个酒吧歌手 而且还有一个孩子 这名歌手名叫王纳文 在刚刚认识高峰时 自己的前男友刚刚去世 这时的高峰为了自己的私心 哄骗王纳文说自己和纳英分手了 得知高峰与前女友分手后 王纳文同意了高峰的追求 相处一段时间后 王纳文兴奋地告诉高峰 我有了我们的宝宝 听到王纳文怀孕的消息 高峰不仅没有表示出关心 还一脸冷漠地说道 我们现在不适合要孩子 一开始 王纳文只是觉得高峰是有什么苦衷 想着和他好好聊一聊 等电话拨过去以后 发现已经变成了空号 伤心欲绝的王纳文 彻底看透了高峰的真面目 但孩子却是无辜的 于是他打算自己养这个孩子 机缘巧合之下 王纳文在报纸上看到了高峰 与纳英手牵手的照片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被骗了 不过理智的王纳文 并没有选择报复 也没有向高峰索要抚养费 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他孩子的事就被媒体报了出来 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 高峰一口否决了孩子是自己的事 高峰的回应让王纳文彻底爆发了 于是他收集材料 将孩子父亲告上了法庭 并索要抚养费七万 因为高峰是体坛名人 一有些风吹草动 就会变成满城街址 所以纳英也知道了这件事 对于自己深爱的男友出轨这件事 纳英也非常悲痛 同样是受害者的王纳文对纳英说道 我只是想解决我和高峰的事 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 在DNA检测结果的铁证下 高峰百口莫辩 因为那个孩子就是他的 就这样 纳英结束了这场10年的感情 一个人带着孩子独自生活 分手后的纳英 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 在承受巨大伤痛的同时 他也在考虑如何养自己的儿子 如何撑起这个小家 无缘对面不相逢 有缘千里来相会 就在纳英重整旗鼓时 一个他能依靠一辈子的男人出现了 这个男人是谁呢 没错 他就是那个小酒吧的老板 孟童 原来 当年高峰带纳英去他酒吧的时候 孟童就被纳英的天真率性 深深惊艳到了 但那个时候 纳英还是兄弟的女友 他能做的只有祝福 如今 纳英与高峰已经分手 孟童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时不时地会在纳英出门的时候 他也出门假装偶遇 没事的时候 也会给纳英单独做一些小吃 做一些甜品 可谓是面面俱到 纳英也是过来人 对于孟童的所作所为 他心里很清楚是什么意思 但他还是拒绝了孟童的好意 他始终觉得 自己未婚生子 配不上孟童 不想耽误了他 但孟童却没有放弃 甚至还要比以前更加热情 即使有很多人 不看好他们两个在一起 孟童却一根筋地 只想娶纳英 最终 在孟童十年如一日的 猛烈攻势下 纳英心动了 他对孟童 只提了一个要求 要像对亲儿子那样对待高兴 孟童非常理解纳英 心疼纳英 他知道纳英顾及的是什么 所以 他很淡然地说道 以后高兴就是我亲生儿子 我会把他当作亲儿子一样对待 爱你的同时 也不会少了一份对他的爱 2006年 孟童如愿以偿地娶了纳英 孟童也没有让纳英失望 不仅对纳英好 对这个妓子也是极好 时隔一年后 两人给高兴生了一个妹妹 当时的纳英 有两个孩子要带 只能慢慢淡出乐坛 一直到了两个孩子上幼儿园时 他才慢慢开始自己的音乐事业 在这期间 高丰从未看过自己的儿子 因为纳英与他有个约定 在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 不能告诉任何人 你是孩子的父亲 等孩子长大了考虑考虑再说 在继父与母亲的爱护和护下 年幼时的高兴 也体验到了原生家庭的幸福 然而 只包不住火 高兴生父的事还是被发现了 高兴在上学时 被同学问道 为什么你爸姓孟 你却姓高呢 同学的疑问也是高兴的疑问 回到家的高兴带着疑问 搜了搜自己的身世 这一搜让年仅十二岁的高兴 深深地质疑起了自己 饭不想吃也不想出去玩 也不知道怎么去问母亲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纳英感觉到儿子的不正常 于是上前问道 高兴 你是不是生病了 高兴不耐烦地回应道 我没事 你出去吧 让我自己带一回 儿子反常的举动 并未引起纳英的注意 他想着是不是儿子 进入青春期了 不过 纳英很快发现 从那天开始 高兴像是换了个人 原本乐观开朗的大男孩 变成了每天闷闷不乐的样子 还特别不愿意见人 于是 纳英叫来高兴 问儿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可高兴非常抗拒与母亲的交流 看见高兴变成这样 纳英的心和针扎一样 有一天 孟童在高兴的书包里 发现了一张纸 纸上写着 为什么我会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看着儿子写的纸条 在回想起儿子这段时间的反常 这对夫妻瞬间明白了 高兴不高兴的原因 于是 纳英找到高兴 对他说道 对不起 高兴 原谅妈妈没有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高兴这段时间的委屈 都化成了泪水 并质问母亲 我感觉我就是一类 我和同学们不一样 他们都有一个正常的家 紧接着 孟童安抚高兴道 儿子 你并不比他们差在哪里 你得到的爱 还要比他们的多 可高兴对于父亲的说辞 表现得并不高兴 此时的孟童知道 这件事不解决 高兴恐怕真的高兴不起来了 于是 他和纳英去到学校找到老师 希望老师和他们一起解开高兴的心结 此后 在众人的帮助下 孟童火力全开 天天换着法的哄儿子开心 也毫不避讳地讲述当年的那些过往 孟童对高兴说 爸爸希望你做一个开朗阳光的男子汉 不怕困难 不怕艰辛 最后 在家人同学们的劝导下 高兴走出了那段阴霾 又变回了曾经开朗阳光的性格 看到儿子能走出困境 纳英湿润了眼眶 因为对儿子的亏欠 他愿意付出他的一切 如今 高兴已经19岁了 几乎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 只知道还在国内上学 写到最后 纳英曾经面对采访时说道 我做过最英明的决定 就是嫁给比我还傻的孟童 不过 在很多网友看来 孟童并不傻 他非常聪明 他就像一束光 照亮了身处黑暗的乃英 温暖了这对无家可归的母子 如今 纳英面临的处境 要比当年还要艰难 希望他能够护他周全 报好声音制片翻车 为自保爆出多位导师内幕 纳英疑似卖房跑路 如今好声音节目依旧风波不断 因为李文的离去 牵扯出太多节目黑幕 为此很多人也是纷纷打抱不平 不管是因为李文还是其他黑幕 都非常令人发指 这一次恐怕再也无法翻身 虽然很多部分都出来回应 连学员也出面回应 并没有转身50万的黑幕 但这一切并不能堵住悠悠中口 也许是因为牵扯太多的利益联系 为了更好地查清楚 如今好声音也已经停播 具体还会爆出什么大料 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虽然有学员表示并没有节目黑幕 但这一切似乎并不能服众 直到后来节目的制片人被抓 我们才明白原来一切都有源头 据说这一次被抓的是名女性 因为大马难以看清 也就没有对外公布出来 不过据说会有30多年的采缝纫机时期 足以看得出她的身后 也许会有更大的余 后来为了判得年头少 还爆出节目更多的内幕消息 还有里面的导师都接连遭到质疑 其中呼声最高的 还是我们最熟悉的乃英 因为在这件事没过多久 乃英就被爆出出售自己在北京的豪宅 4.5亿专卖在北京四环的二手豪宅 说这是巧合 也